一个就是关于VBA的部分 那VBA的部分的话呢 其实它有些地方是差不多的 那哪些不一样呢 其实有几个地方不一样 第一个 我们在那个VBA里面 我前面讲过 第一个的话 当然你就开启那个Excel Excel开起来之后的话 也是一样先到开发人员里面的Visual Basic Visual Basic它其实 我是觉得VBA的优点就是说 你环境没有没有关系 你叫Excel 你就可以开始写 但是你要知道说开发人员放哪里 应该都知道吧 OK 如果这个VBA只要其他命令里面 因为我们是2007 所以在常用 这边上面有一个叫开发人员标签的 这个 所以你不要签 你就把它打勾就有了 那再来的话你就直接 就是开启Visual Basic 直接可以开始写 那里面的话 我大概先秀一下 两段 第一段是 就是Input 里面的话特别重要 在那个Python里面的话是用Input 可是在那个就是在VBA里面的话 它不叫Input 它用Input Box 那顶多就是跳一个Input Box进来 那Printer的话呢 因为它有Debug Printer 不过Debug Printer 会Print在下面不好看 所以我把它改成叫 Mesh Box MSG Box 它缩写 Mesh Box 它会跳出来 所以我执行这一段的话上面执行 那你会发现起输年一样 我就输入17岁 那Enter的话它会跳一个Mesh Box出来 OK 就是未成年 其实大概逻辑差不多 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请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这个 后面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一段OK 一样 第二个的话呢 你会发现一幅 后面用的叙述方法一模一样 比如说大于小于等于 这些都一样 还有小于等于大于等于 这些都一模一样 不过如果不等于的话 不等于的话 可能叙述方法不一样 在Python里面是 不等于是金探号 是Nuts 但是在VBA就是要打Nuts 两者之间不一样的地方 再来的话呢 在Python里面最后的末端 我们Python是加一个冒号 但是在VBA里面是加Zen 就这样而已 OK 说牌的规则 我觉得也都一样 因为我写来解决 虽然VBA不缩牌也可以 缩牌也可以 但是呢 我一律一定要缩牌 因为如果不缩牌的话 我会看得非常不舒服 像我看有人 真的VBA从头到尾没有缩牌 然后问我说 老师这里哪里有问题 我第一个问题是 你先帮我把它缩牌完 再给我吧 不然的话看 要不然就是我拿到它的层次 我先帮你缩牌好了 因为你没有缩牌 看得太累了吧 对不对 你衣服在哪里 尾巴在哪 如果有语服的话 另外 语服 它会有个N的语服 在Python里面 没有N的语服 OK 这个大概不一样的地方 那Meshbox 这边 它用Printer 我这边用Meshbox 其他都一样 那L语服的话 在Python里面 叫L 没有SE 它这边叫L语服 OK 其他的话 我想大致上 没有太大的差别 写完之后 就长这样子 OK 那另外的话 其实在VBA 它的优势是 它可以利用Excel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 我Input Output 我不要用Input Box 跟Mesh Box 的话 我可以直接拿 这个储存格 做输入 这个储存格 做输出 也就是直接拿Excel 但是你要知道Excel里面 如果我要存取的话 那怎么样去存取它 其实有个关键的物件 物件名称叫Range 如果这个储存格的话 你就Range 这个叫B1 这个叫B2 那你就是直接指它 它就会 比如说你要从里面抓资料 你就 等于Range B1 资料就抓过来 如果你要输出的话 你就把Range B2 写前面 东西就丢过去了 写在等号的前面 跟后面是不一样 如果你写在前面的话 就输出了 写在后面的输入 所以如果我说 我今天希望 把这个地方 Input Box 我不要跳出来 我最后直接输入一个年龄 输入一个17岁 那这个是Input 变Input Box 变在这里 Output 变在这里的话 你按个确定 它就变未成年 有没有 Input 如果我改了一个65 按个确定 它就变什么 应该65的话变壮年 有没有 OK 那类似像这样的话 Input Output 如果用Excel来做的话 其实关键的地方 就在哪里呢 实际上 就是把什么 把刚刚的Input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Range B1 这样就OK了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将来要取得 比如说 某一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的话 你就写这样就可以 那你把变数写在前面 它就帮你把它丢到前面去了 那这个等号特别之后 在VBA里面或在Python里面的这个等号 在这边的意思应该是 把后面的值赋予到前面去的意思 OK 所以这个等号不是相等 不是equal的意思 是赋予 把后面东西赋予到前面去 OK 那如果说未来输出的话 那刚好就颠倒 如果Range B2有没有 我将来比如说跑到这个逻辑 我要把未成年丢到这里面 刚好就是把后面东西 一样赋予到前面去 OK 所以这样的叙述 应该可以理解了 所以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这个程式怎么来的 特别是在VBA的撰写流程 可能跟那个Python 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第一个 你可能开启那个Visual Base 它可能里面一片空 那一样的道理 在Python是按右键的 new一个什么 new一个module 不过在VBA一样 一定也是new一个module 所以你会发现两个都一样 一定要先new module 程式的话就把刚刚那两段写出来 不过写出来 你可以插入程序 第一段程序一个sub 第二也是一个sub 这个我已经写好了 如果有兴趣同学的话 假设动作比较快 刚刚的第一段在这里 一定是个public的一个sub 名称叫做ifh 刚刚这一段 这个是用input box跟match box 当然如果你要try的话 你可以control c 然后在这边control v 贴上就可以了 第一段 第二段的话就是这个 我把它放在下面 而且我上面有做一个 把它截图了 所以如果你要做一模一样的话 但特别重要你要 我是用range b1跟b2 你不要放别的地方抓一定会错 所以特别注意 位置一定要对 如果你放别的地方 你就改一下就好了 这样就ok了 应该没问题吧 这一部分主要是 比较一下那个python跟vba 也就是以前你写过vba 你要不要转python 大概也是这样子 或者你有一个python 你要转vba 也是都这样子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未来你想说老师 那python跟vba 那干嘛要学两种呢 那问题就来了 主要原因 当然你要 叫节长补短 你要各取 就是各取 那个工具里面 它的优点部分 未来我的习惯是这样 如果说它的资料 比较是偏微软的相关的solution 那当然你用vba来做就比较快 如果你其实今天是比较偏 这样google的solution的话 也许你用python可能会比较ok一些 所以有的时候你不是单一个工具 就可以很轻易的完成一件事情 所以也许你可以两者之间互相去取舍 ok 或甚至的话还有一种使用方法 就是两者之间可以混搭 比如说前半部 也许就python它可能 爬虫的功能比较强 也许你用python先帮你把资料爬下来 然后呢 也许后段你要在ecell里面做枢纽分析表 也许你就可以再利用什么 用ecellvba 然后呢把这个python爬下来的资料 再配给vba 再结合那个枢纽分析表 自动帮你产生视觉化报表 像来做我觉得似乎好像会是比你一次到位 就是一次用同一个工具完成 有时候我觉得效果可能会更不一样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请各位就是再稍微了解一下 有关那个用vba的部分 完成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刚刚提过那个成绩的计算 成绩计算的话呢也是类似的方法 也许也可以你如果把那个python的程式写完之后 那也许呢 那也许呢 你在试着把那个vba部分也可以 也许可以试试看 反正熟悉一下 我觉得两个语法 大致上好像我觉得相似度还蛮高 80%我觉得都差不多 大概会有差异的点 也许你抓出来 以后要改就蛮快的 试一下